不说你们俩 他这人就老好人都不像样了的 我们就是不是搁工地打工吗 不先干活后给钱吗 完了干完活不该结账吗 我说你去把账结一下吧 不跟你说吗 他那晚上今天你要了 他就说推一两天 你不得等吗 就等一两天一两天的 等一个来月 完了最后人说 我说你就上他家去管他要 你光打电话他肯定托你 三两天三两天的 完了后人我实在没法 一个来月了 我说上他家去要去吧 找那些当面要吧 这时候我去了 就要回来 你说他能干啥吧 就天天是捧个笑的一样 你说 其实你人出去要让 皮男人好说话 他对你好吗 对我还行 挺好的 还行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他除了惯 就是这个孩子 他还是跟我一条心 我都不上这来 夫人对你怎么样 还行 还行 对你多好还行 就是酒控就太严了 我一天 我们来一起 这儿回来我还得做饭 你说 他晚上一躺我就行 我们都干了 都干了 只要我是女人 行行行 我听明白了 反正你们俩今天来 秀个恩爱呗 中国再婚好夫妻 是吧 这是好祭妇 有有有有 我们晚上听明白了 是这意思吧 是什么 来调解问题 没问题啊 这家有问题 你把他教育好了 给我一条心就行了 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这孩子现在不行了 现在管不了了我的 好好好 他就说 孩子跟我一个心了 不跟他一个心了 挺好的 他就郁闷了 好好好 行 我听明白了 我白教育了吗 我白花这么多心 头发都白了 为他 为他呀 为孩子呗 完了让他给你教下来 那你问问这些 老师们你应该怎么办 我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把他给你变成一条心上 还需不需要变成一条心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听着就是挺幸福的 对 我觉得这位先生 其实如果早几年 成为这个女孩的继父的话 这个女孩的人生 可能会更加的有色彩 太有爱的一个继父了 因为在我的那个咨询过程当中 会碰到很多再婚家庭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尤其是是继父和女儿之间的问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位大姐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她不这样 去对待你的女儿 她真的敢 她真的是跟你一条心 用你对待女儿的方式 去对待你的女儿的话 你真的会舒服吗 您的女儿 会能接受这样的一位继父吗 没有跟她有任何情感关系的 19岁的时候 突然间闯入她的人生之后 就对她指手画脚 就对她这个管三管四的 您的女儿她能接受吗 您的女儿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您的这个婚姻 您会觉得幸福吗 这是第一点 我希望您想的 第二点 什么是教育 您那真不叫教育 您那叫保护 现在很多的家长 把保护当成了教育 把学习知识 当成了教育的全部 对不起 这不叫教育 所以您的那种 对女儿的那种 是一种保护 用一种强硬的状态 来去保护女儿 不被这个复杂的社会 和艰难的这种生活 所伤害到 这其中 我特别能理解您大姐 是因为你太苦了 你太难了 你内心当中的那种苦楚 对生活的焦虑 不想让孩子 有一个再一次的体验 但是真的 你应该感谢你 对面的这位男人 是他把您的女儿的 这扇窗子打开了 父亲的力量 由此而焕发 真的很有魅力 所以我觉得 应该恢复的是一个 感受幸福的能力 而不是整天端着枪锅日子 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谢谢 谢谢